这一张图通常我们会把最后这两个月 也就是2022年的两个月过滤掉 所以呢怎么过滤 首先第一件事情点选筛选 然后请把进口日期二的年设成小于2022 然后套用筛选 这样子的话2022年就不会呈现 为什么呢 因为它只有两个月 大家都是12个月 只有它是两个月 接下来我们要去讲的是分析 所以怎么样去画出这个平均值的这条线 在这选到这张图 第二点这个分析 第二请点分析 然后接下来请勾选这个平均线 平均线 然后这边是不是有一个新增 这边请点新增行 它就可以画出来这个水平线 那有时候我们会希望出现那个数值 好 那这个数值是多少呢 所以看你要不要设定这条线 这条线什么颜色 好 例如说我假设设为红色 然后看你要不要透明 是虚线还是实线 位置在前还是在什么地方 接下来就是资料标签 请打开 这个就是现在这个值 大概是不到0.3个10亿 好 那把它稍微看你要不要改在什么位置 像我这边设定不要小数位数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值实在太小了 好 所以比较请这样建议 就是这个单位设成百万 这是我们会放的叫平均线 这是方便我们再去写那个知识 写现象的时候的一条线 接下来刚刚是不是讲了一个叫做什么线 平均线 接下来麻烦请 请这个分期 刚刚是不是平均线被打开来了 请拉上来一点点把平均线先缩小 现在我要讲的是趋势线 好 一样点选分期底下趋势线打开 所以这条趋势线告诉我们说 这12年中华民国进口值的一个改变是逐年上升 其中这个2011年到2016年 是不是刚好有一半是错的 好 接下来我要继续咯 好 我就直接画地图 首先 我现在我用一个表格 呈现国家 所以一 请麻烦点选表格 这边叫资料表 二 国家 三 这个值 这个值 我们是不是就简单的画出来说 各国的一个进口值的表格 那这个值你会不会觉得太小了 字太小了 对不对 通常我们只要呈现说最主要的几个国家就好了 所以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个里面的内容 是稍微放大一点 好 这个叫标题 没有问题吧 表格里面的标题 这个叫表格里面的项目 所以我们是不是要去修改项目的值 项目的大小呈现 所以点选设设计这个格式 首先针对这个值 麻烦请把字形改成 唯一选择Areal Black 再来这个字的大小放大力 好 十次 再来麻烦请你们 麻烦请你们看一下 就是说这个值 值设定好了 格线 格线也设一下 就是在灰色 灰色里面的宽度是2 这是水平格线 那还有垂直格线也打开 垂直格线 一样颜色一致 然后宽度是2 这样可以了解 好 再来值刚设定过了 资料行标题就这个标题 来 请把资料行标题 一样字形大小 我唯一的选择就是Areal Black 因为它是标题嘛 例如说你可以下到16或18 然后重点 重点是请这个值由高排到低 真的我们不用呈现太多名次 我只要呈现主要国 我会把总记的值关掉 听得懂吗 因为我的国家别有太多了 你直接呈现四个名次 五个名次 然后就放一个总记 其实这样很奇怪 来 请点一下值 因为它是整数嘛 所以我会给它三位一撇 可以吗 你可以给它千分位符号 然后取整数位 它是不是就会有这三位一撇 好 这是最不好表现的方式 所以我要换另外一种叫 地图来去呈现 这个表格 这个表格记得它的一个格式里面的一般 然后效果的边框跟阴影 好 这是表格 各主要国家的进口值 对不对 好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因为我们要做成举证 举证就是上面放年 好 2021 2020 而且你还不能放太多年 然后请点举证 所以资料列没变就是那些主要的国家 然后接下来我们资料行就是西元年 然后接下来这个筛选 因为这样子的内容 其实它会从2011一直化化到2021 所以请把这个筛选 筛选有看到这个西元年打开来 因为它是文字 所以就只能用勾选的方式 我就勾 我只要看2021年跟2020年完整的这两年的一个比较分析 地图 我们再来画地图了 空白地方点一下 然后地图在这里 地图 我们刚刚是不是点各国 所以国家是不是要打勾 好 这边 这边有没有看到 值 值 麻烦请画在大小这边 大小有看到吗 大小 所以 其实你只要打勾这个值 它自动会放到大小 这样子的呈现是不是说 台湾在哪里都会知道 对不对 台湾在这个地方 然后呢 它主要的一个进口依赖国 是在这里有一个很大圈圈 中国大陆 还有日本韩国 还有东南亚 有看到吗 相较于这边有一个大圈圈 叫美国 对吧 我们是不是一次可以看到所有国家的一个视觉化领教 所以它是不是会比这一张表格来的更容易说明 甚至假设你今天互动式报表你就去看2021年 好 我就点2021年 有看到吗 2021年 然后你是不是会点2020年 你会发现好像没什么改变 在2019年 它基本上来说 这几年间的一个大小的改变是很有限的 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地方 2011年这个圆圈圈比较大 然后2021年这个圆圈圈比较小 这代表说之前影响是比较大了 对不对 请点选档案 然后选项及设定 选项 现在打开那个地理资讯 然后请点这个安全性 请把使用地图及区域分布图视觉效果 请打勾 这个也打勾好了 我就是要使用 out gis for power bi 这个也打勾好了 确定 你是不是就可以看到那个全世界那个地图 地图 这个地图 请把这个值 我们把1亿以下的先过去掉 所以请这个值 请改成大于1亿 然后套用三选 是这张地图 这张地图里面的值 要设成大于1亿 1后面接8个0 然后套用三选 主要这边呈现的就是什么 日本韩国 然后中国大陆 还有东邪十国 那变成那个 这样子的一个呈现方式 就是在做这张表格的前几名的呈现 对不对 再提供给你参考 那我接下来就把地图缩小 好 既然已经画到地图了 请问地图是不是也应该要设标题 所以麻烦请针对地图的设定格式 标题 在一般标题 麻烦请把文字改成 就是进口 进口依赖国统计 自行A real break 然后文字是白色 标题是 背景是深蓝色 刚刚 我因为都有加边框 所以我会在格式里面 把一般效果的边框打勾 阴影打勾 例如说好了 这个各年进口统计 对不对 各年进口统计 复制格式贴到这一张表格贴上 你应该会感觉 就是这一张设了什么 这一张就会设什么 好 这就是复制格式 等一下我们再去讲 等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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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sundheits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